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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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感謝主題給我們這份時間 今天非常特別 不是刻意安排 從磚的以前 林燦的時候 今天在這兒分享的時候 所以啊,還沒講這件事想喝口水 我聽了一句話說,夏日爺爺什麼? 正好 我剛才有一個人,孩子在哪? 而且,那是誰? 黃岳太明,我剛才在看他講很多次 因為他現在才從北京的 所以啊,就正負責把他放進去 以我的聲音這樣痛,應該是容易讓人家睡覺 好,大家都開那一段的節目 馬爾特福音的第四章 後面有三十五到四十年間 這裡遞出了一段的事情 就是耶穌在根本土在海上遇見的一件事情 他那邊有當天,當那天晚上 我們從第四章前面看起來的話 我們知道,一整天 耶穌宗教上,就在海邊 好多人,沒有地方 他就坐在床上 然後就開始講道 講了一個很聰明的道,就是講撒土的比喻 他已經整天下降的時候 然後到了馬爾特上的時候 我相信他非常累了 他就沒有離開床 他就跟他的門徒說 我們去當海的另外一邊 如果我們看第五章的話 海的另外一邊,他就做了一些很奇妙的事情 我相信,如果你看第五章的話 他去了克拉森的地方 當那一都不回復的人 然後就趕出了一群的鬼 去了克拉森的族群 所以他有個目的地 就是說他要從他現在的地方 大約是他傳到的一個中心地 就是加百龍那時候 加百龍,然後在加利利的海 去到另外一個地方 在加利利海的東邊 如果大家要一個圖像的話 請大家打開這本的聖經 後面的那個圖案的第五章 第六章 第六章 第九章 第九章 第六章 你看到在以色列那時候 我們說境內有兩個湖 或者是兩個海 下面一個沿海 或者叫石海 上面一個叫加利利海 然後在加利利海的北邊 有一個地方叫加爾 那個就是耶穌白天傳道的地方 然後你看右邊 有一個叫格拉森的地方 這就是耶穌所要去的地方 他就從這個地方坐著船 去到海的地方裡面 其實這個不叫海 加利利的湖 或者是加利利海 其實是陸地裡面的湖 當初我第一次去雲南的時候 你看到一個很大的湖 叫俄海 那時候我就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在俄叫海 所以我現在應該比起那個龍要很大 所以有海的那種的樣子 所以叫俄海 所以在這裡叫加利利海 加利利海有其他的名字 還有其他的名稱 但加利利海其實不是一個很大的海 大約如果寬的話 才約13個英里 然後如果是直的話 差不多有20個英里 所以不是很大的一個海 但其他的旁邊有很多的山海 所以它的地形是非常 應該是全世界最低的一個當水湖 它是在600多 680英尺 水平線底下600多尺 就是非常低的一個地方 所以從高山的那個冷的那個空氣 向下吹的時候 又碰到湖面上起起來的一些熱風的話 通常會集中一些 意想不到的結果 所以這就是主耶穌今天往上 要面對的事情 所以我們看到第一節的時候 我相信那時候 那個是晚上 可能是夕陽剛剛下 那個湖面應該是非常漂亮 所以耶穌懷著一個非常累的一個身群 就在這個海面上 加利利的海面上走 然後耶穌對他們說 我們渡過去那裡 很多時候在我們的人生經驗裡面 或者是基督都會講 如果我們人生如果碰到一些問題的話 碰到一些風浪的話 通常都會說 是因為不聽話 犯罪 才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就好像這句裡面 一個故事 就講到 Jonah 約拿的故事 約拿是因為不聽話 最後起了強風 但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 耶穌對他的門徒說 去到另外一邊 所以他們都很聽話 就跟著他 只是去到另外一邊 所以 這裡讓我們看到 所以說 人生的風浪 不是很多時候 不是因為我們不聽話 也不是因為我們犯罪 而是誰有可能有其他的問題 我們就猜一下 耶穌知道 在這條行程裡面 會遇到風浪嗎 應該知道 如果他是神的話 他應該知道 所以他在前面的一大段的教導 教導的事情 聽了 夠嗎 很多時候我們聽了很多的教導 可是如果不法實驗的話 不法我們放在那個環境當中的話 可能我們不明白 像在這裡 這一段的 耶穌教導他們度過這個海 然後面對風浪的時候 有他的意識 有他的那個目的 在後面可能他會講到 所以他們就離開了 他們在床上的時候 他不只一個人去 因為那時候有個大一大方的人 那個時候那個小床 應該只能夠做十五個 大約他們根據他們的 只能夠做十五個人 大約就是耶穌跟他的那十二個 親近的那個門徒 其他的就更多人在旁邊 所以在這段的時間 是一個應該是非常一個想和平靜 就是瘋於前的平靜 我們看到 當在平靜的時候 聖經第三十節講 忽然就起了暴風 忽然間就起了暴風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就看到 人生所發生的事情 很多時候都是忽然性 很少數是我們能夠預測到 所以我們如果最近大家 如果大家打開報紙的話 或者是網絡新聞的話 發生了很多的事情 在英國的幾天的那個恐怖事件 在美國一些的槍擊板 然後最近在 好像今天還是昨天剛看到 中國的四川 又發生了一些事情 甚至家的那個家庭被衝動 這些事情發生之前 是沒有人知道的 很多時候我們在我們的人生當中 所遇到的一些風風浪浪 好像比如說健康 家庭啊 工作啊 感情啊 孩子啊 總統很多事情發生的時候 很多時候是沒有前奏 很多時候在出現好好的 可能遇到一場的車禍 所以在這裡講到 忽然起了一個暴風 這裡英文是用great 就是說非常非常巨大的風 可能有像 這邊最大的風叫做龍頭 Hurricane風 是非常非常大的風 然後風大到就是說 連這一班 他的龍頭都放在大雨 就是在這個加利利海 那也是他們的地盤 所以他們應該說 他們講說哪一個角落有雲 哪一個角落有什麼事情發生 他們都非常清楚 所以 那這一班的龍頭 遇到這個大風的時候 應該就覺得這個是他們 生活中的一些點滴吧 應該可以應付得來 所以我們可以想像到 他們在這種環境之下的時候 他們會有很多的動作 開始調整他們的床方啊 或者是開始拿著桶 要開始搖水啊 因為水要進來 可是我們知道 在這段環境下的時候 在其他的聖經我們看到 水呢 漫到那個船裡面 船要沉 他說 甚至船都滿了水 船都滿了水的下部 就是什麼 要沉了對不對 所以 那些經驗很豐富的 漁夫們 盡了他們的力量 在風浪中想要把這次船開除 可是沒有辦法 但在這種暴風雨當中 或者是在這個暴風浪當中 我們又看到另外一個景象 那個景象就是說 當他們回頭一看的時候 他們在無知無所措的時候 他們回頭一看的時候 看到耶穌 又是在那裡做什麼 聖經講 他整個枕頭睡覺 我很難想像 在那樣的環境之下 還能睡得下 只有兩個人 一個 他就知道這個 事件的結果會怎樣 如果我們大家 看足球比賽 或者是看NBA的話 如果你已經知道結果的話 是 或是聖的話 當中有什麼的曲折的話 你就不會緊張 對吧 我相信這次起了一個原因 另一個原因 就是剛才我們所講的 這裡讓我們看到 耶穌的神性 的人性 因為他 講到了一整天 我相信那時候講到沒有麥 我很難想像他 在加利利還坐在那頭床上 跟人家講到一整天的時候 他是不是像我用現在的聲音講到 還是要提起當天來講到 所以我們知道 我相信應該是非常辛苦 所以 假的一整天到了之後 我相信看到他 人性的那一例 他就是 累到不行 我不知道大家有一個 這種經歷 如果你趕Project 每天只睡三個小時 趕一個星期的話 因為那天那個We Can 給你睡覺的話 我相信 你一躺下去就馬上 都不知道什麼事情發生 所以我相信耶穌也在這個時候 累累整天的時候 他躺在那裡 非常安詳地睡覺 可能他因為他是神 所以他也知道這個風浪的目的是什麼 所以他也非常安詳在那裡 所以他的輪圖就教訣了他 教訣的時候 很多時候聲音是非常的和響 他是說我們 在禱告的時候 用那種心平氣和 那種禱告的聲音 主啊你求你 怎樣怎樣 沒有 他們教訣的時候 說夫子啊 我們善命你不顧嗎 好典型喔 很多時候 當我們一定對人生那些 波子的時候 風浪的時候 很會我們都會問為什麼 就是神啊為什麼會發生 再加上一句 為什麼失落 發生好 不要發生在我身上 為什麼失落 然後 會不會在那裡懷疑說 在這邊講說 我善命你不顧嗎 神 你為什麼不聽我的答案 為什麼你來不來幫助我 你這多麼危險了嗎 傳到什麼 我們要死了 你都不看過我們嗎 你都care 你不愛我們 所以通常 在面對人生的那種風浪的時候 我們會面對這樣的一個情境 所以我們會埋怨 我們會暴躁 我們會失去了信息 我們會甚至陷入了恐懼 因為這件事情他們 他們知道他們的結局是什麼 如果風浪或止住的話 他們的結局就是成到那個屋地裡面 所以耶穌醒了 如果你睡覺的時候 給你的孩子叫醒的話 你會鬧脾氣 我不知道 當然有些人可能會鬧脾氣 但有些人都會鬧脾氣 為什麼要吵吵吵 但耶穌在這裡 沒有先罵門門 先刺著風 然後現在還說 住了吧 靜了吧 我們這邊有六個字 應該如果在英文聖經講 只是be still 就是靜了 或者是靜住了 那我們看到 如果你叫一隻狗 說sit 狗會聽 不出氣 不出氣 因為他受過心 如果你家的孩子說 不要亂 他可能也會聽 因為坎一隻發 但可以想像到 風和浪 沒有生命的東西 怎麼會 住呢 怎麼會靜呢 这里主耶稣基督来 向我们显现 祂是那宇宙创造的主宰 我相信在圣经信乐当中 其实在约翰福音我们看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 全世界的东西 宇宙光头都是借着主耶稣基督创造 所以怎么创造 是不是上帝花了很多时间 在那边戳啊摸的 没有人 我们知道 上帝讲的 说了一句话 有就有 所以那些东西 宇宙光头先有的时候 都是日月行程 对我们来讲都是留生命的东西 可是当上帝说要有的时候 那日月行程就出来了 所以如果我们以这样的一个认识 来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所有的elements 所有的宇宙光头里面所有的东西 当他听到这个我创造他们的名字讲 在说那句句话的时候 他们就会听 然后就看到风静止住的大大的平静 一看到我们 这个图 本来是一个非常大的风浪 然后一下子就平静了 如果我们知道我们 如果说是 在 要平静那个水跟风浪的时候 没有这么容易 如果一个波拉在放弹的时候 要静的时候 马上就会平静 不会 都会是慢慢的摇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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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摇 摇一段时间才平静一下 所以这些我们看到的 有时候基督让我们看到 他是 那位创造的宇宙的主者 前面 我们看到 他是一个 身体非常软弱的一个人 他会 平静 他需要休息 需要睡觉 然后在这里让我们看到 他是那创造的主者 风和蓝 都平静的话 都自主 然后 耶稣对他们说 这时候 耶稣先对付了环境 然后就对他们说 为什么胆怯 为什么害怕 我相信每个人都会害怕 面对人生的 一些 一些苦难的时候 如果在你能力范围能够解决的话 就好像 当初的那些渔夫 在他们能力范围能够解决的话 他们不害怕 他们尽了他们的能力 然后呢 这风暗还不止住的时候 他们就会害怕 然后呢 接下来的一句话 他说 你们 还没有信心吗 所以 从这一段的 经文这句话 让我们看到 主耶稣 苏基督带着他的门徒 经历这个风暗 是为了 建立他们的信心 很多时候 我们说我们有信心 很多时候 大家都说我信耶稣基督 所以最近看到一个文章 就 蛮震撼 就是说 到底我们 在教堂里面 在教会里面 说相信耶稣基督的多少人 真正的信心 真正的信心 然后我就看到一个广播 大家知道 Francis Chang 或者是陈恩芳 是一个美国的华人 应该是美国出生的 所以他在西部 他就用了一个 在台湾用了一个很好的比喻 来讲 他讲 他说 他就拿出他的BB缸 大家有玩过BB缸吗 这美国 枪是枪 只当是那个 应该是硬硬的硬硬 打人还蛮痛的那种 所以他 拿了一个BB缸 然后前面 排了 几粒的那个 Balloon 然后呢 他就问大家 谁 相信我 一枪就能够把那个Balloon拿破了 然后他的 他的那个会做蛮多 差不多有 有整千几千人的那个加倍 他差不多有 超过一半以上的人 说 你可以 相信他 他说 I believe 你可以做得到 然后呢 他就 另外 问另外一个问题 他说 他说 有谁愿意站起来 就是说 拿那一颗 拿那一颗的那个Balloon在手上 然后呢 一下子 跌下的人数就跌到三十多个人 他大概双一双一 三十多个人说 他敢 然后他又说了另外一个问题 说 谁敢 把那个Balloon 放在嘴巴里面 用牙子咬着 然后在那边给我舍 然后呢 那个人数 就跌了下来 只剩下不到十个人 然后他就 就就就就叫了一个 老人上来说 你敢上来 用嘴巴 含着那个Balloon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弟兄 是一个弟兄 果然跑上去 然后他讲这句 这个比喻 其实是要解释 信息是什么 很多时候 那个差不多一般的人 他相信 那个 Francis 那个牧师 能够射到那个Balloon 那个 那个相信是可能是非常 初步的 然后呢 当他叫 蓝蓝那个Balloon 的时候 那就有风险 因为如果他射外了 他就射到他 就会痛 这只是痛而已 然后呢 第三个就是说 他把那个 闲价口中的时候 如果他射不到 他就会射到你的灵 你的眼 你的什么地方 所以那个更加的什么 所以 当他讲到这个信心的时候 也是在挑战 又挑战这一方的门徒 可能 普通的门徒 可能 普通的时候 都会讲说 他们相信耶稣基督 他们都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 都相信耶稣是 那救主 是米赛 可是他们 我们知道他们 费了人 当他们在风雨当中的时候 他们把耶稣 忘记了 他们拼命的 用自己的努力 想从那边走出来 然后呢 当他们走某路的时候 他们转向耶稣的时候 可能他们 还是没有完全的信心 只是说没有选择了 人生走到尽头 没有选择来试试耶稣吧 既然他能够医好病人 他能够使血水的走路 可能他也会 使用一些神迹来救他们吧 所以 耶稣在这里是 其实是在建立他们的事情 在建立这段时候 他们说 你还没有信心 为什么他拯救这句话呢 因为第一 耶稣跟他们说 我们要渡到那边去 我们知道耶稣在圣经里面所记载的 每一件事情 没有一句话是不光的 当他说我们要渡到那边去的时候 肯定的他们一定会渡到那边去 所以 对于被门徒来讲 这应该是很简单的保障 另外一个 当这个大风浪在的时候 耶稣在哪里 耶稣就在他们 后面 所以他们 他们 还是在那里 那么 其实 知道耶稣讲过的话必定成就 然后知道耶稣跟他们在一起的话 所以他们的信心应该是建立在这方面 所以 很多时候 可能我们也 当我们面对 圣经的时候 可能我们讲我们的信仪 我们真正的信仪 我们真正的信仪 这是神结尾的信仪的挑战 所以 可能 在我们的人生的道路上 神也借助一些的事情 不论是工作上 或者是家庭上 或者是宁存证 或者是感情上 在诸如此的事情上 就是要适应我们 到底 我们真正去相信他 所以 每一个事件的发生 在最后一节的时候 他们就大大的惧怕 好奇怪 在风乱当中他们怕 风乱过后他们怕什么 他们彼此说 这到底是谁 凌风而来也听从他们 这句话问得了吗 他们 所认识的耶稣 应该是那种非常 斯文的 非常有能力的 非常有和蔼的 一个一个老师 夫子 他们所认识的彼塞 跟他们今天所见到的完全不同 可以对着那狂风 撒狼手 住的吧 进的吧 那狂风当然就平静了 所以当对他们认识 他们就马上讲了 诗篇章就有很多的经文 这件事情 只有谁 可以做到 只有耶和华上帝 可以自己做到 而且我们知道 犹太人对耶和华的观念是什么 他们看到耶和华 还能够活着的话 就是非常 一件非常 可怕的事情 所以我们知道 比赛亚当他看到 神的荣光的时候 他咒着这题 我们也看到当 使徒约翰在 奇事录见到那个 那个荣耀的那个主的时候 他复在底下 好像死了 还记得彼得当初 刚刚开始的时候 他复云鼓了一个往上 复不到你 彼此说 你开了随身之处 彼此能复到你 然后他跟他讲什么 主啊你离开 因为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 神是那么的圣体 那么的威力 法师以罪者的 见到他的 结果 必定是被替杀 所以 借做这样的事情 让我们 其实认识到 他们的夫子 不只是 不只是老师 不只是他们所在 每天生我们 聪承经历的 那一个 先生 他是那 创造的主 他是圣体的主 所以 主耶稣基督 借做这件事情 让他的文童认识他 他自己是 那么圣体的 那么的主张 所以 在人世的大佛上 我们看到这个事情的结局 我们知道 主耶稣基督 是人生的主 他是能够 进行风浪的主 他希望 借助我们的风浪 或者借助我们的生活 我们所经历的 其实 第一 要认识我们自己 所以门徒 我相信经历这些事情 有的事情 第二 就是要认识 这对我们所相信的神 所以在我们 在面对 人生的 风浪的时候 在面对 人生的难处的时候 到底神 给了我们怎么样的 原因是 所以我相信 我们在人生当中 都会经历 这些的 风风浪浪 加上 我 最近所经历的 就是 失业了 而且失业了蛮久 所以在这段的时候 到底 对自己有多 有没有更生的认识 对自己的信仰 对神有没有更生的认识 所以 在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 真的是 回到圣经里面讲 他是一个怎样的手 所以我在这里 写了一些 相信大家都 都知道 希望大家能够 在 面对人生 一些苦难的时候 挑战的时候 能够提醒 第一 就是他 我们的神爱 当我们还做罪了的时候 他就把他的儿子 撕下来给我们 为我们的事 而且他刚才我们 我们也唱过了那首歌 他的爱是一个感冰 所以 第一他 第二 在马太福音里看到 有时候有两只马雀 如果不是神的 许可 一个也不能掉下来 在同一段的经历里 他说 我们的头发 他都是活 我相信这两节的经文告诉我们说 其实 所有事情的发生 都在神的掌控之中 所有事情的发生 都是神的许可 这是我们讲到神的主权方面 然后第4个 第4个 圣经教罗马 158章28节 大家都会为 往事 互相的效益 叫爱神的人得益主 这里的往事就包括每一件的事情 每一件的事情也包括 不是所有不好的事情 包括好的事情不好的事情 或互相的效益 叫爱神的人得益主 所以 无论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任何的事情 我们现在 不知道会 为什么 我们也不需要 为什么 因为 圣经好像 在这些的事情上 没有提问为什么 当我们看约伯记的时候 约伯也曾经问了很多事情 可是 上帝没有向他解释为什么 当约伯最后的一句话 却回到了所有的问题 他说什么 我以前 风鸣 现在七年看你 所以当他 亲身的经历 神的恩典看我的时候 他的为什么 就没有 当我们看到 旧约的约瑟 被他的哥哥们卖去埃及的时候 在他所经历的那段时间 神也没给他为什么 我们知道为什么 因为我们看到最后的时候 约瑟才了解 原来 他被埋到埃及 是要救之后的 不然的话 拉罕的后裔可能就结束 所以 神的作为有他的作为 可是从来不在当中 在你 讲您为什么 因为 他要我去 亲生的去经历他 很多事情的时候 我回头看的时候 我们才知道 当我们所经历的那些事情 是为了什么事情 所以在当中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 非常难受 就好像那些 门徒一样 会打穴 会亏心 会害怕 甚至绝望 甚至被埋怨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到圣经的另外一个遗述 他说 在格林多前书第十章 第十三节说 我们所遇见的试堂 都是人所能够忍受的 他在我们被试堂的时候 大一个地步 他就会开出 不知道大家熟悉这段经文 所以在 格林多前书第十章 三节 当我们遇到人生当中很困难的时候 神会开一条的道 叫我们能够忍受的主 这是他的一个因素 所以 我相信神不会 给我们 一些的操练 超过我们能够受的 就好像 给我们的孩子的操练 也不会超过他什么鼓励 所以我相信神对我们的那个 允许所经历的一些事情 真的是好像我们去 锻炼我们的 Masso讲 想像小孩子 我们知道 当初去踏脚车的话 我不知道去踏脚车 大家有没有 在我们的脚上留下很多疤痕 我却有很多 到今天还在的疤痕 就是非常胜的话 为什么我们父母亲会忍心让我们上去 然后跌下 然后 然后插到我们身上 其实他们也知道 如果不跌的话 我们就全要踏脚车 所以 可能我们当初有些人不需要跌倒就能够起 有些人可能 因为不想跌倒 到现在还不会请教他 所以 这个是我们乡下人 会踏脚车车 不然的话 不然的话就是 脚也给那个烈走到 所以 圣经告诉我们说 神会让我们经历一些的事情 但他也知道我们那个现役 第六个 也是我最喜欢的 就是在 哥林多 后书12章 第9节 他对我们说 他说 我的恩典 是够女人 因为我的能力 是在人的软弱上 显得我安全 所以我更喜欢 花自己的软弱 好叫基督的能力 这是一个 非常 好的一个例句 常常我们都会讲 你的生活如何 你的日子如何 你的力量如何 希望不要用这句话 祝福人家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你是祝福人家 要受不受难 受不受难 我需要更多的恩典 更多的力量 所以 所以 圣经上讲 我们的日子如何 就是 当我们越老罗的时候 其实神 越加恩典给我们 越加依应量给我们 让我们能够在老罗当中 能够站起来 在苦难当中能够 仰望起来 所以 记住这些的经历 让我来看看我自己 其实 在这段的时期里面 我其实很想 我其实很想说 今天能够站在这里 能够跟大家做一个见证 说我找到工作 但 神没有 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让我们找到一份工作 在这里的工作 虽然外面的风浪 看起来没停止 但感谢神 其实祂到我里面的风浪 早就不把它停止 所以我真的是很感谢神 在这段的时期里面 很有神给我 那书帝里面来做的 平安 更喜的 让我 更加认识自己 所以 在这里 想 讲的就是 在经历这段时间的时候 神的应许 要我安然的去体会 去体力 我也讲过 很多时候是 回头看的时候 才知道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所以 在我过去的五十多年半中 一定会经历了我的事情 所以在回想过去的时候 第一 大约在1983年的时候 因为一场意外 我失去了 因为你的 视觉使命 随时其实 想到南京的话 当中我是不良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我看你的时候一定眼睛是跑掉 我相信大家会注意能力 可能大家都习惯看我左眼 因为 交谈的时候 所以 这段的经历 当初的时候 就回想 当初我经历那段时间的时候 那时候才十 十八九岁 那时候的暴笑 那时候对上帝的埋怨 对上帝的什么 那时候真的是 对 人生的胆疾非常大 那时候是 运动员 羽毛球 篮球都来 但你失去一只右眼的时候 其实你的 视觉就是变成 突然人权 篮球 速度来的时候 你就猜不出 当然离球的速度是什么 你只能打 很难接 大运牢球的时候 还坚决地去打 可是的时候 打空气的时间 杀钱的时候 打空气的时间 多过 有时候是打空气 尤其世界往前球的时候 就是最 最困难的事情 因为 你没有人要躲下去 都不知道那里往多远多近 所以 对非常困难 所以 对当时的我来讲 非常的难受 然后 当初在那段时间 上帝在这么多年来 也让我 在一只眼睛我学到开车 所以 在 每个生活当中 其实 虽然也不方便 可是 神也对我能力去克服 然后 在另外一件事情上 就是 主乐的 当知道主乐自闭的时候 其实我们 那时候也不知道 主乐自闭是什么样的 一个 一件一件事情 我们知道他 到现在还不能够跟我们 很好的教堂的时候 知道这种的那个 学习上的障碍是终生 所以 神给我们这样 给我这两个 好像是一生都跟随我的 一个 挑战 其实是 让我们 更加不能 不敢靠自己 因为想到 靠自己的话 当我们跟事业者 当我们一两只眼睛 闭起来的时候 很难想象他以后的生命会怎样 所以当我们只能够 紧紧的去 去信靠他 所以 在这段时间 非常感恩 虽然没有去工作 可是花很多时间在家里 也非常感恩 看到他们坐在 教堂里面 跟我一起的来 来到教会当中 释放也好 来参加崇拜也好 真的是 神的恩典 非常足够 就好像刚才我所讲的 神的恩典真的够我们用 在这段时间 我事业是左右 2016年 8月 他现在上起来应该10个月 所以 在生活当中 到目前为止 神仍然 很有充足的供应 但我没有缺乏 所以在这段的时间里面 我常常 自我嘲笑自己说 陆老师跟 聂老师 是在 Sepatical 我也在Sepatical 反正 虽然Sepatical 他们学校有给钱 我Sepatical 是我天父给钱 所以 虽然我能够在这段时间 去好好的去享受 在家里的时间 在跟家里相处的时间 所以 然后呢 也 读到 格林多后书 第1章第4集说 我们在一切的幻灵中 他就安慰我 叫我们用神所赐的 安慰我 却安慰你 遭各样幻灵 所以 当我读到这段话的时候 我就想起 我们 以前当中 一位姐妹 我不要讲她的名字 大家如果知道是她 她就在找工作找了很久 找不到 然后最后 找到一份工作 很快的就被解雇了 然后那时候 我跟她讲的时候 我记得她跟我讲话 讲过一句话说 刚好你不明白 你不了解 失去工作的那种感受 当我现在 打电话给她的时候 我说 某某人我现在了解你的感受 我说当你没有工作的时候 你便爬起来的时候 好没用的感觉 对 好像你今天 不能够对 公司对社会 有任何的贡献 那种那种的 没有感受 然后呢 找了这么久工作 还找不到的时候 就觉得好像神 好像不听你讨告 那我昨天才打电话给他 前天吧 然后他 在 我们在聊的时候 你聊的 就是说我们现在 你聊的东西 你过去 聊得更多 而且他更向我敞开他 所面对的一些的事情 所以 然后他 他就讲说 我说 我还不能相信上帝 我就觉得 我应该90%的 靠我自己 努力去申请 然后他现在还没有工作 然后我就跟他讲 我说 姨妹呀 我说 换一个心态吧 100% 去靠上帝 因为你靠自己靠了这么久 我说还是好像没有钱 我说 为什么不尝试去靠上帝 至少可能工作没有 但是你内心那种的那种属天的平安 圣经的人多学 但你在苦难当中你会看到神的信息 神的公义 神对你的爱 所以 跟他聊了 没有想到 很少会跟一位姐妹可以聊到半个小时 所以他那天 他就能够聊了 聊到半个小时 就觉得 神就是给我家的经历去安慰那一些 跟我有同样经历 甚至 没有给我同样经历 所以我最近因为 没有工作 我去 做了两个 Volunteer 找一个 都是在医院 所以 给我是蛮挑战性的 第一个 Volunteer的时候 他跟我讲 你可以做transport 你叫escort 他们叫escort 你叫transport escort的意思就是说 一个 病人从 一个 Volunteer到另外一个 我舍他要去 Xray 我们要去把他的房间 把他 推下来 或者是他 Emergence Sing Room 他说他要躺在那个 床那里 我们就两个人去把他推到 Sray也好 MRI也好 我机械还蛮不愿意 你知道 做escort 这个是体力 不难我做的去做 做的时候 却觉得蛮感慨 然后看到人 很年轻的 记忆 也很老的 在医院 所以在 然后我 甚至拍了 这样一个 相片 放在那个 Facebook那里 我没有写好 那我的 一些Facebook的朋友 吓死掉 他也 我进医院 然后 最后我才 写了一些东西 说 在医院的里面 你根本是需要 每个人都不会那么的 去 骄傲 在病痛当中 人 不能会太敲哀 在病痛面前 其实 真的有时候 非常拥重 所以 就觉得还蛮想收学 每个星期 一的下午 12年到4年 我都在 我那里 第1个 Hospital 把人家 推来 推去 推去 另外第2份的工作 是在 Harrington Hospital 也在我的家 附近 这份 这份 本来我是不想做的 因为 不是我的内润 其实 我是比较 内向的那一种 他 那份的工作叫做 Patient Relation 他的意思说 我每天 我那天的早上 要在那个 窝里面 寻法 就是我进去那个房间里面 要问 Message patient 不管美的科 我不能够帮他们治疗 就问他们有什么需要 就是说 体力啦 或者是他们的隐私啦 或者是他们的那些东西 或者是他们的complain 什么啦 然后 就会听 所以 很难 因为culture 或者是要用英语 跟他们交谈 还是什么 但 也尝试 就觉得 很多时候也不用讲 有几君子跟他们一个微笑 有几君子跟他们讲一声 打招呼 Hello 然后有一些 可能会他们会跟你讲 树狠狠 有一些 我们看到 不同的年级的人 最老的应该是一个 103岁 还有一些90岁 所以他们就觉得 他们的人生走到那个地方 他们都在睡觉 有些80多岁的还会讲话 前一个星期 去到一个 应该80多岁的一个 那个 人家 然后他就跟我聊 他很喜欢 跟人家 他就拉着我的手 我也 所以 是错了一下 然后他就跟我讲 他说 他虽然80多岁的 他很cure 他每一天都当作是bonus 然后他每一天都想尝试一些新的东西 其实神就借着这些的事情来教导 去让我们人口 在病毒中 其实最需要上帝 但我还不知道能不能帮他们祷告 我自每次 进去的时候 就会好好地祷告 说神啊 让我也很大的 爱心跟爱心 对这些人来讲话 跟听他们讲话 所以最主要的问题 不是帮助他们 跟他们聊天 也听他们的那些 那些人生的经历 才发觉其实 越年轻的病人越难 因为他们心里有态度的怨恨 可能太多的不管 为什么我这么年轻 要进到医院 反正那些八九十岁的人 他们还绝在 我人生过到八四多岁 应该感恩 所以 神在我这段的时间里面 让我去经历一些不同的 不同的东西 其实也让我更加地去经历 他的伟大 所以 我在这里做一个觉得 人生 会遇到风风雨 被风浪遇到 风浪 但我们要相信 我们的旧事在招全 最主要的就是 在这个风浪当中 他告诉我们 他的恩典都无用 所以我们只要去学习去信靠他 我们学习去经历他 很多时候刚才讲的那个信心的比喻 我们在 瞬间的时候 我们会讲相信 当我们有历经的时候 想相信 就必须要 神给我们的恩典去做 所以 介绍罗里加第五章第十六到十八节 我们所要常常写的 在口难中写的 不容易 但要学习 不住的祷告 我相信大家都会 然后 然后法式谢恩 法式谢恩 英文翻译的比较好 Be thankful in all things 不是for all things 不会为了 事业病痛 来感恩 而是说在病痛当中的时候 或者是在风雨当中的时候 我们感恩 因为我们知道神与我们同在 他的力量 能够我们的用 所以 风难不是最可怕 最可怕的是 在风难中 我们失去了对神心境 当我们对神失去心境的时候 我们就失去了 所以我在这里 想问大家 在你的生命当中 你有因素吗 或者说你有耶稣在你的生命当中吗 如果你的生命当中的耶稣 你愿意让耶稣 改变你的生命吗 我们一起做个道歉 神我们谢谢你 谢谢你 已经学后 谢谢你 没有允许我们的天生产 但却允许我们 你的恩定 勾募 神我们真的是 为主我们人生当中 所经历的 每一件事情 神都是神 自己给我们的功课 让我们对神的信心 更加坚强 让我们更能够经历 神自己 来丰盛 恩定 所以为主这些 我们是一场感恩 为主正在经历 人生当中 做许多抉择的 同学 必须见面 教授在神的身上 想帮助我们有信心 知道神自己 牵着我们的手 去给我们 我们 人生的能力 更近 谢谢 老高斯文耶稣 谢谢 谢谢